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最近出版的《我的岁月、个人及政治回忆录》中 谈到了他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两次会谈经历 切尼发现他原本希望能够与胡锦涛轻松地进行一对一的谈话 但都被中方有意无意地搅散 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共体制下 即使贵为总书记一把手也不会有自己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想法 美国之音披露了切尼的回忆录 在他的回忆录中切尼提到 他和胡锦涛的第一次对话发生在2002年胡锦涛访美期间 当时胡锦涛是国家副主席 但接班地位已经是众所周知 切尼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邀请与胡锦涛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希望在轻松的环境下胡锦涛不要说一些赵本宣科的官话 不过当时时任中共外长的李肇星忽然闯入 坐在他和胡锦涛之间 并且拒绝离开 切尼认为李肇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监督胡锦涛的言行 然后向北京报告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 胡锦涛其实是被党机器的绳索牵着走 切尼的这个细节啊 证据啊 唯妙唯笑的刻画了这个胡锦涛 作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他们的统设工具而已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证实了一个 原来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他的这种专横把护啊 他的这个不仅在外交上 是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权力过程当中啊 介入很深 也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切尼2004年访问北京期间 与胡锦涛又进行了第二次的私人对话 即使当时已经是国家主席的胡锦涛 与切尼交产的过程 却在隔壁房间被现场直播 这次经历最终导致切尼再也提不起兴致 与胡锦涛进行私人对话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 外国领导人以为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 可以私下里进行坦率的交谈 交流意见 这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是不可能的 因为按照共产党的性质 和共产党一般和外国打交道的惯例来说 基本上不可能和中共的领导人 建立什么个人的关系 有的话也只能是国家和国家 政党和政党的关系 倒不是他们个人不喜欢 而是他们的惯例 他们的政治 他们那种专制政治本身就不允许 没有你个人的人格 你完全就是党和国家的机器 在《九评共产党》书中提到 共产党员普遍具有双重人格特征 在私下场合 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 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 他们或许是父亲 或许是丈夫 或许是好朋友 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 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 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 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 即使贵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 在他成长的江苏泰州 也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 文革期间 他的父亲胡锦涛被造反派诬告贪污公款 并且被批斗惨死 伤心的胡锦涛为父亲奔丧 甚至还请客 请求当地政府为父亲平反 但受到了冷遇 叶科指出 胡锦涛现在是中共最高的权力拥有者 希望他能拿出魄力来 改变中国现状 如果胡锦涛还继续维护共产党 等于把自己跟中共绑在了一起 未来也将会以惨淡收场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静 肖宇采访报道